美国加州慈济核桃园区举办了儿童夏令营 其中一个主题是小小主播 让小朋友博新闻也学习采访 很多人也因此学习到了中文的发音 小朋友内心深处的表现欲望 慈济核桃园区暑齐夏令营引导他们发挥出来 对摄影有兴趣趁机会观察视窗里的世界 对于采访想要挑战 拿起麦克风发问问题 我喜欢吃饭 老师和江长都希望借由小小主播这个主题 训练小朋友的中文发音 咬字 并且建立自信心 我的父母很希望我中文很好 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的未来 我会知道两个语言 两个还是三个语言 对我的未来非常的好 在团体中一起朗读润稿 还要一起书写大字报 每个小朋友坐上主播台 都很珍惜这个机会落落大方的表现 慈济之工也因为慎选新闻稿件 让孩子们在反复朗读背诵中 对慈济人文更认识更了解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工 黄佳慧 杜宾 李建群 美国报道